中国和阿富汗是传统友好邻邦 7月16日 习近平主席与阿富汗总统加尼通话时强调 中方坚定支持阿富汗政府 维护国家主权、独立、领土完整 始终认为政治对话 是阿富汗实现民族和解和持久和平的根本办法 中方将继续支持阿人主导、阿人所有原则 支持阿和平和解进程 支持阿富汗早日和平重建 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以来 阿富汗安全形势持续恶化 事实一再证明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烂摊子制造者 也是世界知名的甩锅大王 美国是阿富汗问题的始作俑者 对于阿富汗当前的局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能一走了之 把包袱甩给地区国家 美方应当切实担负起应负的责任 确保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 避免阴彻生乱 阴彻生战